四川省雅安七级地震 乐山教区姓俗加入救援 大家好 欢迎收看袁以光电视 教会透视节目 我是邓苏宏 罗马时间4月21日 第50届国际圣兆节的上午 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 足圣新斯多尼撒 十位前俗罗马教区 新祝圣的师多宗 有六位意大利人 两位印度人 一位阿根廷人和一位克罗地亚人 教宗在弥撒开始前 按照在布伊诺斯 埃利斯足圣新多的冠礼 先来到祭一坊 以十位准神父一起祈祷 将他们托付给圣母保佑 教宗在讲道中 告诉新足圣的斯多 是主耶稣解写了他们 要他们合作 建设基督的奥体 他要求十位新神父牢记 引领他们认识天主圣言的母亲 祖母和药理传道员 这些都是将信仰传给他们的人 教宗邀请新神父不断阅读及默想天主圣言 要使自己成为天主圣言的守护者 热切地跟随使而复活的唯一导师 使全人类得救 其后更强调了行圣事的重要性 尤其是修和圣事 他表示 今天我因基督和教会之名 请求你们要不怨其烦地 做慈善为怀的人 最后教宗勉励他们 你们要做牧人而非官员 你们要成为中介而非中间人 中国西南部四川省雅安市卢山县 4月20日发生黎克特制7级地震 继四川省地震应急指挥中心报告 截至22日上午 这次地震造成188人死亡 25人失踪 近12000多人受伤 雅安地区也有150万人受灾 镇中附近的庐山县龙门镇 几乎所有建筑物倒塌或损毁 地震后 天主教会的医护和救援人员 随机参与救灾行动 在正后的当日上午 乐山教区第一时间成立了 由主教、神父、修女 组成一支25人的联合救援队伍 救援队伍利用教会综合性医院 乐山公信医院拥有的条件 学童熊猫酒店 峨眉山市泰拳医院 抽调的骨干医生和护士 加上兴殊调配的两辆救护车 及三辆救灾药品食品车 一同携带医疗药品和救援物资 分两个小组火速全往卢山救援 在22日上午 救援队冒险抵达了重灾区太平镇 探望慰问了临时安置点的受灾群众 并分发他们一些随车携带的食水及粮食 23日救援队一行六人在公信医院张真林院长带领下 赶赴庐山清人乡大阪村展开医疗工作 而其救援人员留在亚安市区协助筹集灾民急需的粮食 此外 教宗方济各在4月21日散幕主日主持的圣母喜乐经祈祷活动中 也特别念及中国四川的地震灾民 并为遗难者祈祷 让我们继续为灾民及死难者祈祷 愿他们尽快得到援助 亚安加油 圣座新闻办公室主任龙巴尔迪神父 在4月24日以罗马意大利新闻部门的会议中表示 第28届四清节将会是效忠方济阁 在2013年进行的唯一的国际访问活动 这次会晤的主题是 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龙巴尔迪神父告诉在场新闻界人士 他证实教宗方济阁将在巴西出席的四清节活动 包括欢迎礼、拜苦录、首页礼盒 7月28日主日在瓜拉提巴进行的毕莫尼撒 另外 龙巴尔迪神父也表示 按照计划 目前住在钢道尔夫堡的荣修教宗 将会在4月底5月初返回梵蒂冈 住进教会之母影修宴 而教宗方济阁则继续住在圣巴尔大之家 他在那里住得很好 暂时似乎无意改变居所 虽然这不是他的最后决定 教会透视报告完毕 更多教会消息欢迎浏览 ShortAndLightTV.org slash Chinese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